农村小哥切石头 这个石头看外表的话 它的皮很黄 现在的地方可以看出 有点冰透的感觉 就好像那个柚要跑出来一样 打灯的话 这个地方很透 然后它有些地方 它不怎么透光 像这里它又很透 这边有一个敲口 从敲口来看 像这一头它有点干 然后到中间的地方 感觉有异化度 我们打灯 这个地方打灯 它有一点透光 然后旁边这些 它又不透光 这个石头里面应该是 有些地方异化的比较高 有些地方它可能 异化的没有那么高 从外表来看 没发现有力 这个皮非常的细腻 从外表来看 像这些 它有一点弯弯的纹理感觉 切开里面 它应该也会带这种 弯来弯去这种纹理吧 因为有一些它表皮有 它里面也会有 好 我们给它切一刀 看一下切开里面 到底怎么样 刚给它切了一刀 这个石头吸水之后 感觉很黄 有点像那种鸡油黄的感觉 好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 来这位 刚才一刀下去 墨石的一瞬间 切进来的话 它里面是出现了这些弯弯的条纹 因为刚才这个表皮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有一点点表现 像这个地方 还有这些 这个石头 只有这一层啊 这个敲口这里 往这里过来 这一层 比较黄 然后刚才 上面这层 打灯不透的 就是这一层 这一层看起来 浴化要低一点 因为看起来干干的 你看 这里的水分还没有干 然后它旁边的水分都已经干了 证明密度不大嘛 然后它吸水的话也比较快 一下子把那个水分都吸走了 然后这个密度大的话 这个水啊 吸不进去 仔细看 这个地方 有点图案啊 有点像那种 波涛汹涌的感觉吧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点点的白棉 打灯 这个地方透光很大 然后旁边这个边皮的话 它就透光很低了 中间 透光也很大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 农村小哥剪石头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了